大家好,我是Way Ma 总算是拿到了LG并没有在英国或者欧洲推出的LG V20 继续采用双镜头双屏幕 还有非常重视HiFi Deck的印制输出 实际用上能不能够成为另一款向大家推荐的好机呢 欢迎来到Flash & Joy的中文评测 5.7寸超大的屏幕加上双屏幕的设计 Fear10真的是非常大的一款旗舰手机 设计员方面Fear10大概是延续了G5的风格 看来有只还是没有找到可以让消费者看得垂涎三尺的设计 不过Fear10的亮点绝对是藏在机身里边的 继续收看大家就会发现不同的惊喜 但首先一定要批评的是机身完全没有一体感 下巴跟屏幕面板的宽度甚至并没有达到一致 色差也是另一个问题加上贴合的工艺也是有提升的空间 现在的Fear10就是额头下巴屏幕面板跟背面的金属外壳 四个部分拼在一起但并不是一体的 好了这手机的重点还是可以打开的外壳 这个按键的机关也是非常贴心 而且打开的时候并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免得尴尬的场面 继续支持换电跟MicroSD插壳 主流器件应该就只剩LG这样的坚持了 要站的还有LG保持了可以换电插壳的设计 但同时机身只有7.6mm 另外也继续保留的还有外线发射器可以轻松 变身成为一个电视或者家电的遥控器 还有背面结合了指纹识别功能的电源键是方便的 准确性也是令人满意的 但速度 如果拿开了iPhone 7, S7, Xperia, XZ, HTC 10, Pixel XL, OnePlus 3T 或者其他主流器件的手机才是最快的之一 因为LGV20的收音麦是非常大的惊喜 是我使用过最好的收音麦 现在我使用原声的元件 已经可以利用立体声去录音 还有FLAC的格式 24bit 192kHz的录音 还有左声道 右声道 音质也是非常的惊人 非常满意 USB ONCE GO OTG也是有支持的 速度也是让人满意 看影片或者传送一些重要的文件到USB盘 但身边刚好没有电脑 这就非常的实用 所以整体LGV20的设计语言 继续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但配置方面 非常的实用 还有惊喜的 至于功能跟效能方面 FLAC原生已经允许了最新的Android 7.0系统 新的系统的优势有更成熟方便的通知列 点按通知再往下拉就可以预览内容了 另外应用菜单也是可以在LG的商店里下载的 多工页面也有支持锁定的功能 按了大头真的图标 在按ClearAll的时候 就可以确保这些损定的应用 可以继续在背景运行 还有多重视窗 有支持的应用都会在多工页面显示这个图标 再点下去就可以真正启动多工了 在我的体验里 有支持的应用也是有不少的 Facebook YouTube Chrome浏览器也是没有问题 另外也有支持Qslide Apps 但目前只兼容这7个系统应用 就是一个小小的视窗 可以自行调整大小透明度等等 第三方应用的支持还是不完善的 但也是不错的系统应用吧 人性化功能方面的双点开屏 还有Nock Code 都是准了识别来临之前就有的功能 但继续是非常的贴心 导向键列也是可以自由摆放五个捷径 虽然还是无办法自由加入不同的功能 但一键换出通知列的捷径 对5.7寸屏幕的手机来说 确实是非常的实用 隐藏导向键或者全屏模式 是我认为所有采用虚拟导向键的手机 都应该支持的功能 可以达到更好的屏幕利用 而且Facebook上可以针对每一个应用设定隐藏与否 是非常的贴心而且实用的功能 好了到亮点之一 双屏幕 功能也是实用的 但必须要双手操作 捷径功能力又是电筒或者截图等都是比较常用的 有通知的时候也会自动显示 旁边的小键嘴点下去就可以预览内容了 或者直接点一下通知本体就可以挑进所属的应用 还有5个最近使用过的应用配合另5个系统应用 常用的应用与应之间的切换就不用再挑进多工页面了 这电话也是提供了不少的可能性 唯一要批评的是手机采用了IPS LCD屏幕 待机的时候小屏幕的背光灯就一直的亮着 科技感就消失了 希望下一次LG可以考虑把小屏幕或者整个屏幕换成AMOLED的 至于效能方面 搭载了Snapdragon 820处理器的V2时 日常使用也是流畅的 按照统一的应用速度测试 表现也是跟其他的Snapdragon 820处理器的手机持平 跟G5也是没太大的分别 多工的表现也是没问题 4GB的RAM已经足够应付大部分的需要了 但跟6GB RAM的手机的分别就是 当手机的背景运行大量的应用 应用与应用之间的切换就比较迟缓 但并没有跳出 就是没有OnePlus 3T的流畅 Pixel也跟Fear是一样的问题 但有常使用LG-Fear是就是2016旗舰手机应有的表现 整体功能跟效能方面都是非常的完善 就是系统功能方面 Multi-Window跟Q-Slide App有待把更多的应用纳入支持吧 照相机方面 规格上跟G5基本上的一致 不同的是Fear提供了更丰富的专业设定 Pixel的专业模式也是有了Kelvin单位的 色温手动对焦感光值还有快门速度最长可以达到30秒 但这个手动快门速度并没有Samsung或者OnePlus的半自动模式 就是手动的快门速度但使用了自动的感光值来提供足够的光亮度 但LG还是提供了临长的曝光值可以在手动调整设定 模式方面也是继续LG的标准功能 Pop-Up可以同时利用两个镜头来达到新鲜的效果 至于Multi-View就是拍照的时候就直接拼图 特别的还是自拍镜头 虽然Fear只搭载了一个前置的摄像头 但还是可以分有标准跟广角的模式 而且分别是非常的明显 当然后置的双摄像头才是主角 详细的分析欢迎收看LG G5的评测 当然稍后会跟大家看一下那个超广的视野是怎样的呢 看成像之前还是要看一下录影的界面 功能绝对是手机当中的经典 每个大家可以想到的细节都可以手动调整 当然有跟V10一样的直向性收音 还有FPS也可以切换 虽然大家不一定会用手机来制作专业的影片 但稍后我就会安排一段跟其他手机一样 旗舰手机一样的4K Cinematic 全由V20拍摄的影片 继续留意吧 现在就是一系列实拍效果 高对比的工智并不是目前最好的手机 尤其是光源复杂的场景容易出现过铺的问题 整体色彩也是贴近实物的 并没有加太多的饱和度跟对比度 还有是LG的风格继续比较高的阅力度跟一少点的涂抹感 但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清晰 同时双镜头超广的视野除了可以达到平常少见的构图 也可以在狭窄的空间把更多的景物放到照片里 特别适合旅行的时候使用 入夜之后就使用了手动模式 大概四分之一秒的曝光尽可能低的ISO 光亮度跟噪点的控制也是非常的理想 加上支持光学防抖成像都有稳定的效果 没有放大的话V20的表现是非常的不错 但细节方面涂抹感还是明显了一点 细节并不是目前最好的手机 另外虽然广角镜头的光圈只有F2.4 但配合了手动模式噪点的控制到光亮度的表现也是让人满意的 较大的视网还是每次有射灯的场景 无论是多远或者近 同样会有这样的折射问题 限制了可以用的场景 整体V20的实拍效果并不是目前最清晰或者高对比控制最好的手机 但广角镜头的新鲜感还是存在的 不过有知识问题 多媒体用方面 5.7吋的QHD或者2K的IPS屏幕 光亮度是足够在室外使用的 色彩方面是比较平淡 或者讨厌AMOLED屏幕鲜艳的效果就会认为LG的屏幕平实一点 原生的白平衡是偏冷的 同时偏绿一点 但并不是太严重的偏离 但设定你并没有个人化的色温调整 看来要习惯这个屏幕的调色了 另外也有支持阅读模式 可以堵截蓝光 整体这屏幕就是不过不失吧 喇叭外放方面也是没有太大的惊喜 音质是大喇叭手机当中比较好的体验 耳机的音质输出才是VS最大最大的重点 这块DEC的推力非常的惊人 我的XB A3空间感大了不少 还有层次感都是其他手机不能够提供的 低音是重的 但并没有盖过高音 反而在播放同一首歌曲的时候 已经比主流旗舰 例如是S7或者Pixel好的3T 吉他还有高音频的表现 明显没有菲尔斯的清晰 而且立体声跟空间感也是不一样的体验 感觉菲尔斯的音质 就是不属一款手机的 最后电池续用力方面 3200mAh的电池但配合Android 7.0 按照统一的电池续用力测试 以最高的屏幕亮度播放Flash Android的YouTube频道4个小时 数目前测试过采用IPS屏幕当中表现最好的手机 而且可以换电的设计没有人要挑剔了 加上支持Quick Charge 3.0的快充 Flash终于摆脱了LG一直给我不太好的印象 好了,确实LG-Flash并不是完美的手机 首先设计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收得了 照相机的细节度还有广角镜头的折射问题还是确实的 但插薄设计,金属无料 同时坚持着可以换电插卡的便利 手印Mic非常惊人的效果 丰富的个人画设定 双屏幕的便利 双镜头的新鲜 还有不属于手机的音质输出 电池绚丽也是LG带来的一小点惊喜 那今天的LG V20 V20的生日评测就到这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影片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还有订阅频道 继续会有更多关于LG V20的影片 下一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